天主必協助我,上主必扶持我。上主,我甘愿向您乘奉祭献。我要赞颂您的美名。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,愿天父的慈爱,基督的圣从,圣神的恩赐与您们同在。 愿与您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 当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,他们面临双倍的事情让他们紧张。 他们往前走,前面有一片海,是红海。往后看,后面又来了埃及的军队。 他们好像是卡在中间,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。但是天主陪伴着他们。天主行奇迹,他们就经过红海。 红海分开,他们经过红海。而在他们后面的埃及的军队,到最后就淹没在海中。 现在我们大家愿意,准备我们的心,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 我向全能的天主。 我向全能的天主,和各位交友,承认我思严行为上的或是。我罪,我罪,我的重罪。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圣母玛利亚,天使圣人,和你们各位交友,为我祈求上主,我们的天主。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,赦免我们的罪,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 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 请大家祈祷。 人世的天主,求你垂怜,光是恩宠,使我们的心,望爱善得,热意正切,并能静静夜夜恒心,循守你的诫命。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,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,祂和你其圣神永生永往。 阿们。 阿们。 公读出古迹。 那时候,梅瑟向海伸手,上主就掀起强烈的东风。一夜之间,把海水刮退,使海底成为干地。 水分开以后,以色列人便在海中干地上走过去。水在他们左右,好像两堵墙。 随后。 随后,埃及人也赶来了。 法郎所有的马,转车和寄兵都跟着他们来到海中。 天快亮时,上主在火柱和云柱上观看埃及的军队,使他们发生混乱,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,难以前进。 因此,埃及人说,我们逃走吧,因为上主替以色列人作战,攻打我们。 上主对梅瑟说,向海伸出手来,使水回流,淹没埃及人,向他们和他们的战车以及寄兵。 天亮时,梅瑟向海伸出手,海水流回原处。 埃及人从水里逃命的时候,上主把他们赶回海中。 回流的水淹没了法郎的战车,寄兵和追赶以色列人,来到海中的法郎军队。 一个人也没有流下。 但是以色列人在海中干地上走过去,水在他们左右,好像两堵墙。 这样,上主在那一天,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。 以色列人看见了埃及人的尸首,浮在海边上。 以色列人看见上主向埃及人显示大能,都敬畏上主,信赖上主和他的仆人梅瑟。 那时,梅瑟和以色列人唱出了这首诗歌。 歌颂上主说,我要歌颂上主,因为他大获全胜。 我要歌颂上主,因为他大获全胜。 你一震怒,大水汇聚,波涛高耸,如蹄。 深渊凝固在海底。 仇人说,我要追击,我要勤货,分得战利品。 我才心满意足,我要拔剑,亲手把他们宰除。 我要预送上主,因为他大获全胜。 你一吹气,大海就把他们淹没,像千块一样沉入深渊。 你一伸手,大地就把他们吞下。 我要歌颂上主,因为他大获全胜。 上主,您把他们领到您立为基业的山上。 培植他们在您所准备的地方,就是您亲手建立的圣所。 我要歌颂上主,因为他大获全胜。 唱哈利路亚,赞美主。 唱哈利路亚,赞美主。 请你指给我,你约法的路径。 我要沉思您的奇妙事工。 唱哈利路亚,赞美主。 唱哈利路亚,唱哈利路亚,唱哈利路亚,赞美主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共读圣玛窦福音。 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,耶稣正在和群众说话。 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边,想要找他说话。 有人告诉他说,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边,想要跟你说话。 他回答那个人,谁是我的母亲? 谁是我的兄弟? 他伸手指指门徒说。 你看,这就是我的母亲,我的兄弟。 谁军行我天父的旨意,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。 上主的圣言。 基督,我们赞美你。 大家平安。 生父平安。 我们。 有一些朋友,甚至可能我们自己,如果提到了有一些有名的人, 我们可能会想办法把我们跟最有名的,要找出连贯的一个关系。 比如说,一提到教宗范基哥,范基哥教宗。 可能有人就说,哦! 教宗范基哥,我曾经跟他一起拍过照。 以后呢,拿了照片,确实他也是在里面。 但是教宗是远远在前面。 他是在后面是小小的。 确实会看到很清楚这个就是他,不过他跟教宗距离好远。 但是他还说,我跟教宗一起拍过照。 有一个朋友,我们提到马英九,他说,哦!我跟马英九,我们一起拍过照。 那时候是刚好马英九做市长,他去好像是哪一个地方。 那这朋友也是在这个街上,有人就拍照。 他是远远在后面,他就说,我跟马英九曾经一起拍过照。 可能我们提到有一些的永明的,那我们就说,哦!他哦! 我知道他,他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。 虽然跟我们自己毫无关系,我们还是要找关系。 那在今天的福音,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耶稣跟众人, 跟他的门徒,跟他的母亲,兄弟姐妹。 耶稣教导众人,他的母亲就来了。 他的家人听到有关耶稣。 因为应该,如果我们要看在前段,有人告诉他的家人,说耶稣没有吃东西。 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,他忙的教导人,连吃饭也没有时间。 所以有很多很多人说,他疯了。 他的家人也是一样的,就觉得说他已经发疯了。 所以他们就要来,来做什么? 为了要带耶稣,要把他带回家,给他好好的时间,好好的休息,好好的吃饭。 所以他们就来了,他们就站在外面,想要跟耶稣说话。 有人就把这个消息来告诉耶稣说,他的母亲是在外面。 外面等着他,要跟他说话。 想一想,生母,他来到那地方的时候,有很多围绕着耶稣。 他应该可以跟这些人,对不起,你们让开。 在里面说话的是我的儿子耶。 他们这些人应该马上要放开了。 要给他,要走的,要走路,要进去到里面。 但是生母选择,他没有把他自己跟耶稣要大大的宣告,说他跟我有怎样的关系。 他是我的儿子。 他选择什么? 谦虚的在外面等待。 在外面等待。 他等待,可能是他花的时间,也非常非常长的时间,在外面等着。 这个告诉耶稣说,在外面有你的母亲。 可能他真的受不了了,看玛利亚一直在外面等着。 他就跑进去告诉耶稣,你的母亲在外面。 玛利亚他耐心的在外面等待。 他没有去告诉别人,是在里面是我的儿子。 请你们让开,我要进去。 我们也可以跟生母,我们可以设置想想一个方法。 我们就站在外面跟生母一起等待。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,在我们每天的生活,可能我们急着,急着,要一些事情。 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,我们要天主马上伸手来帮助我们,来处理这些事情。 我们忘记了,我们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。 像生母一样,在外面我们等待。 天主要满全他的计划,有他自己的时间。 我们人需要等待。 我们无法逼迫天主要满全我们所想的事。 所以我们要学习圣母的态度。 我们要耐心的等待。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 天主,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。 请你去考我们的思想和言行,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,帮助福音的传播。 天主,愿你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,使我们今天的举止,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生。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、孝爱你。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,成败奉献给你。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,呈现给你。 为光荣你的圣明,并为拯救世人。 我们要效法圣母的利用,其中圣人圣女的宝调,终身侍奉你。 天主,请以你的宠爱,募与我们的身心。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, 生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,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 全能永生的天主,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。 求你把分析先的安慰者收成,亲住于我们, 及一切信用的心中。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。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 Amen。 请大家祈祷。 天主,求你使一切信用你的人, 全去成见,少除障碍,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,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的人民,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, 交托在你手中,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, 为他们祈祷。 我们的天父, 愿你的名受显扬, 愿你的国来临,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, 如同在天上。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,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,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,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,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 Amen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愿你的心灵同在。 愿全能的天主, 圣父,圣子及圣神, 降福你们。 Amen。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, 礼成,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 感谢天主。 感谢天主。 了, 良好 konon! 都将蒙我是主养! 青草地, 是因有谷 高山君临 方文时 要主与我同行 黑暗夜 是因有谷 高山君临 亦无名 亦无随族行 恶音 滴叶大 死混合畅 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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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